南無本師釋迦摩尼佛 無上聖聲為尿法 百千萬劫南昭玉 國金劍文德壽詞 便解如來真實意 各位各位大家 我們有嗎 我們來看課果210年 那講到這個 四地十六形象跟十五星劍道十六星劍道 這個劍 劍劍官跟頓劍官的問題 那這邊有一點點小複雜 我們稍微講一下 這個形象我們說過了 現在稍微講 所謂的十五星劍道十六星劍道 登到第三行這邊 他說這個是千百年來的古老公安 優劣男女直家判斷 那這個十五星劍道十六星劍道 劍道其實就是超反入聖 油房坡會成為聖者 那一般我們叫預留 預留 那一般是這樣 這個是所謂的十五星十六星是 據捨論 那裡面說的 就是說一切有故的說法 十六星是這樣 如果以十五星劍道來講 就是十五星劍道 十五星劍道 它是這樣子的 那導師這裡說的是十六星劍道 那底下有十五星 十六星或十五星 應該是這樣 十六星 那底下是十五星 十五星劍道 它是這樣子的 那有很多種說法 那它這個時間 第一個 一系 我們現在要寫這樣 一系是所謂的苦法人 它說苦極面當 那 苦法人 這 就是 我們來看 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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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法人 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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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法治 一四季 一四季 是枕法徹 麥徑 六五七八 這個是異界人 異界人是法人人法智 法人人法智 忍跟智的不同 就是忍斷煩惱 忍斷煩惱 智政解脫 就是先有一個心 忍得斷煩惱 然後下一個心 得正解脫 忍斷煩惱 智政解脫 就忍斷煩惱 智政解脫 法人法智 這個是一貫異界人 這個是異界人 叫做下界人 好 那在這邊是下界人 然後九十 一樣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就我們看 就是 一樣是苦其滅到 但是它是滅得很滅至 這是劍失地的 苦其滅到 但是它是類人 類人跟類智 後面都一樣 類人類智 類人類智 這個是善見 這是色無色見 一樣就把善見的煩惱斷掉了 它是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 兩種說法 一個是十五星是劍到 第十六星是修到 類人類智 大概就是這種差別 一般的說法是 十六星是劍到 到這裡是劍到 正欲留 戊留 戊勝流 那有人就說到這裡 十五星劍到 第十六星是修到 大概就是這種差別 那就是這種差別 這裡前面講的十五星跟十六星 那劍劍跟頓劍也不太有 但是我們先講 這個是純粹只是部派的一種說法 那另外除了這個十五星十六星 也有不同的說法 有這個獨子部是十二星劍到 心部是八星劍到 不過這個心跟那個心部一樣 比如講獨子部十二星劍到 他認為 這個十二星劍到認為 四地都有三星 法治法冷類智 就是四地有三星 法治法冷類智 如果是比如說十二星劍到來講 十二星劍到是 十二星劍到是獨子部 所以我們就 因為既然講到我們就稍微 也了解一下 因為這種 正講這種有一點點太知識性 就是學術性 跟我們好像 實際上 實際上我們修行 理解這個好像也 你說相應 好像也不太容易相應 就是說 但是稍微知道一下 十二星劍到是獨子部的 那麼他認為四地 四地都有 法人法治跟類智這三個 所以就總共有十三星 十二星 法人法治跟類智這三個 所以總共有十二星 叫做十二星劍到 另外也有講三星劍到 三星劍到的是誠實論 我們也會講 他只講三個而已 三星劍到 也就講三星得到 那麼他是講 他是講三星得到 可以講三星劍到 就是說 他是講 假靈心 法心 跟空心 滅這三星 滅假靈心 滅假靈心 法心 跟空心 所以 所謂的三星 十二星 八星 並不是 最第三星 第八星 不是 他是另外一種說法 那我們說過 到底 什麼叫做劍到 劍到 到底劍到什麼 那麼其實 有一些不同的說法 我們大概知道就可以了 那我們再往底下看 現在是講到 劍到裡面有分 到底是劍劍還是頓劍 到底是劍苦得到 還是劍滅得到 那有一點不同 那有一點不同 我們看第三行 上面講到這裡 他說 依現有的教說來參選 參考跟論證 從佛法本源一味的劍地來說 劍勢地應該是劍入的 那麼這個阿眼睛裡面 也有稍微提到 好像走樓梯一樣 一階一階 但這裡 誤入緣起空心 也就是劍滅地得到 不一定是矛盾 意思就是說 他是劍刺的 但是劍也是頓劍的 劍跟頓劍 如果是劍劍應該就不是頓劍 如果是頓劍應該就不是頓劍 如果是頓劍應該就不是頓劍 但是導師說 這兩個不一定矛盾 從不同的角度上去說 其實都可以說得通 也有很多比例 我們先來看 那他說 經說沒有前三帝的獻官 是不能獻官道地的 那麼 四帝是劍入的 猶如其極 這個都是劍入劍正的確證 阿安君裡面有講到 這個劍道就好像 走樓梯一樣 走樓梯一樣 一階一階的喪 那麼 如實之苦 如實之己 如實之滅 如實之道 四帝了之 這是一個 這也是劍劍的 但四帝獻覺的 身見身信 也稱為正信 那麼 正信不是正入四種真實理解 那 地是省地不倒 不顛倒 所以是確認那四類價值 如苦 這些生死有為是無產的 不安穩的 是無我而不自在的 這種生死事死的苦過性 所以 能生之生信而必然無以 就是見苦地 就是你確實了之 生死的苦過 那 就是我們講 這個三轉寶靈裡面 此事苦逼迫性 那麼你確信 那麼他說 而且生信無以 這個就是見苦地 煩惱與隱身的善惡月 能起生死 是生死不斷的生起真真理念 這個就是霍月的遭感性 生之生信而必然無以 便是見起 好 那三轉法輪 那麼這個我們可以來講 就是說 第一個四轉 是此事苦逼迫性 那麼你對於這個苦的逼迫性 生之生信 那麼叫做見苦地 就是老實說的 那麼急 是遭感性 那麼你也 就是 就是這個煩惱 這個業可以遭感生死 你也生之生信 那麼這個就是見 極地 那一般我們不太理解 事地 我們知道事地是什麼道理 但是見地 見世地 得解脫來說 我們不太明白說 那什麼是見苦地 什麼是見其地 什麼是見道地 什麼是見滅地 什麼是見滅地 那這裡說的就是 生之生信 那怎麼樣是生之生信 這個又是一個問題 那我現在確實明白因果 那我知道世間真實是苦 那這樣算不算見苦地 那你的真實明白 到底是明白到什麼程度 這當然也是一個問題 那如果我們從現在看起來 好像見苦地也沒有那麼困難 如果我們這樣看起來 就是假設說我們認為 認為這個苦 真實是苦 生之生信 問題在什麼叫生之生信 那確實我們也認為生死是一種苦苦 那煩惱引生的善惡業 能夠遭感生死 那這個我們也知道 我們也確實知道 而且我們也生信 那我們這樣說是見極地 好 無動我們下來看 那斷了煩惱 不起生死 那種極盡回廟 出禮的超越性 是沒有任何欺負於烈酒的自在性 生之生信不在於我 便是見面 他前面有講到 他說確認那四類價值 而不是正路 不是正路 他說正信 正信是確認這個四類價值 並不是你正路的 並不是你正路 那他說見面 一樣 生之生信不在於我 假設把煩惱斷進了 就能夠得解脫 這個你也確信了 那道就是八正道 有了 有八正道 就可以得解脫 沒有就絕不能得解脫 那麼 八正道的能向滅盤 所必有的行之心 能生之生心 而不在於我 因為見道 就見道地 好 那這個我們上次有說過 那麼多數的人 雖然知道八正道能得解脫 就現在來說 但是很大部分的人 尤其是 那麼 禁土法門 修禁土法門的人 他認為 八正道可以得解脫 是兩千五百年前 講的 兩千五百年後 你修八正道 不一定得解脫 因為莫反 那麼這個觀念 就 你對道地 真能得解脫 你可能有疑問 就變成 就一般來講 你事件事苦 你確信 那麼 煩惱會有生死 那麼你也確信 一八正道得解脫 只要有八正道 只要一八正道 就可以得解脫 那麼 你相信 但是 你卻認為 這個末法時代 即使你說八正道 也不能得解脫 那這樣就不對了 好 那現在再講 這裡的重點在說 所謂的見道 苦其滅道 他說的這個正性 見地 見地就是正性 那麼 他說不是正路 就是說 他這裡所謂的正性是 你對這四種價值苦 就是我們說 三轉十二法 理文 那麼 四轉 此事苦聽過性 此事急招感性 那麼 此事滅可正性 此事道可修性 那麼 你對這個道理 確信 深之不疑 深之不疑 好 不疑 所以他說 這一種印定 他說 這樣就叫見道 這樣就叫見道 那 那 但是我們現在要問的就是說 那 什麼樣叫做深思 深信 幾個例來講 這個 這個 無量壽經也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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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性 就是要皇身進度 那 要有身心 那麼 什麼是身心 那基本上講 身性因果 怎麼用才叫做身心 其實這個就有點像是身性因果 就身性因果 因為元起就是講因果 流轉的因果 跟還滅的因果 所以從身性因果來講 就是身知身性 確證 這個元起 那麼這樣來講 就講不通了 好 那所以這裡講 印定苦極滅道的確信無永 是四類價值 四類就是苦極滅道 苦是低迫性的 極是遭感性 低迫 低迫就是有生死的苦迫 極是遭感 就是煩惱的業 會遭感生死 那麼你不懷疑這些事 你確信這些事 身知是確實是這樣 道是可以解脫的 道是可以解脫的 低迫修行是可以解脫的 滅是可以震的 可以震的 那他說 這四類價值的身知身心 當然是先後生起而應定的 為什麼呢 你看 一定是先後的 如果假設 是從這四類價值 現在在講 劍跟鈍的問題 那麼為什麼說他一定是先後 很簡單 這個苦逼迫性 生死逼迫 你感到逼迫的苦 你才會去解決 你有苦 你才會想要離苦 那麼你要離苦 一定要找到苦因 你才能離苦 這個是遭感性 過夜遭感生死 這個逼迫是生死逼迫 生跟死之中 生跟死之中 有辯證會愛別禮求不得 就這些 老病死 生跟死之中 生到死之中 有老病 辯證會愛別禮求不得 這些種種的苦 這些苦都是因為有五孕五常 有五孕 生五孕死 這個生死是從五孕五常來講的 叫做五孕赤聖 所謂五孕赤聖是總說 五孕赤聖是總說 那有五孕赤聖 而有什麼 而有生老病死 怨政會愛別禮 就從生死裡面 有這些苦 那麼這個苦的逼迫 其實就是生死的逼迫 那麼你一定要先有苦 你才要解決苦 這個因此定一定是這樣的 所以他才講這個刺定 他說 因為如果你沒有這樣講 你不曉得他在講什麼 他說 這個兩百四十一列這裡 他說 室內價值的生知生信 當然是先後生起而應定 室內價值的生知生信 他現在問題在生知生信 生知 生知跟生信都是那種不理才能辦法 你一定要先知道苦 你感受到苦 你才會想要去領苦 就好像你生病 病苦 你才會想要去看醫生 逼迫到很厲害 如果你知道有病 可是你也有 所以我認為就是小問題而已 也不是以什麼障礙 你也不想麻煩去看醫生 苦到不行啊 痛到不行啊 你就會找藥 而且要找醫生 我認為要把病制止 或是你根本認為沒有病 或根本有病也不苦 那你就不會去看病 可能就不太會 沒有那麼急迫 也不會主動去看病 好 那麼所以他一定是這樣子的 一定是苦其滅到的 那第一個就是 這個是生死的 這個是生死流轉的 這個是滅法 這個就是問題 這個就是解決問題 那麼一定是先有問題 那找出問題的原因 一定是這樣子的 你牙痛一定去看牙科 喉嚨痛一定去看耳鼻歐科 你不可能喉嚨痛去看耳鼻歐科 然後牙痛去看眼科 音不對啊 所以一定是這樣子的 所以急 是禍燕 禍燕才產生苦 才有生死 就前面講的 煩惱造燕 然後招感生死 然後從招感生死的裡面感受到苦 那是這樣子的 無明 起煩惱造燕 感遭生死 從生死中感到苦 所以這個是因 那你一定是先感受到苦 然後想要解決這個苦 發現這個苦是由夜來 夜是由煩惱來 煩惱是由哪裡來 有無明啊 什麼是無明 不知無我 執著這個我 我見貪愛 我愛 我愛 就是貪愛 貪愛跟這個無明 其實就是我見 我愛 那麼而產生 而產生煩惱 煩惱產生 煩惱造業 造業就感遭生死 生死就受苦 那你發現到這個原因 這個叫做流轉 好 那你已經發生原因了 就好像你肚子痛 是因為你吃了不乾淨的水 那一樣 好 就好像你肚子痛 你吃子痛就不痛了 那明天又肚子痛 那你一定要找出原因來 那今天 不痛了 明天又痛了 那你要找出原因 到底是為什麼 就好像這個病毒 讓人家咳嗽了 那你要找出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 如果你找不出是病毒 那你就有可能 以為是天降在那裡 你去 你去拜餐也不會好 為什麼 那個是病毒 對你不願意好 那滅 跟道 就是你要滅這個苦 你覺得這個苦 如果這個病是可以癒好的 你就會一直癒 如果這個病是不能癒好的 你得的是叫做絕症 現在沒有藥可以癒 那你還好去找醫生嗎 當然不會 所以滅是可症性 這個疾是遭感性 他說這是四類價值 疾是遭感性 苦是逼迫性 疾是遭感性 遭感生死的 但是他的因就是莫論癒 所以遭感生死 那滅是可症性 因為這個苦確定是可以滅的 你才會去滅苦 這個病是可以癒的 你才去癒病 你說我去癒病 但是這個病 確定沒辦法癒 那你幹嘛花那個錢 花那個時間 吃那個藥 不需要 你會去找 找原因 找到了你會癒 如果你找了發現這個是沒有病可以 沒有藥可以癒的 那你看 你就 你就沒辦法了 你就不會花時間在上面了 那所以 這個滅是可症性的 你一定要先確認 苦是可滅的 那麼苦要滅 一定要從陰滅 就是從環繞滅 那無影就要滅 因為我症就是這樣 你一定要確定價值 滅是可症的 滅就是苦滅 滅就是苦滅 就是 假設這個是問題 這個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那麼 你就會去尋找方法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病是可以用 要醫好的 你就去找那個藥 如果沒有那就沒辦法了 那麼 道 滅就是苦滅 道就是滅苦之道 你這個苦滅之道 所以他一定是這個次第啊 所以前輩才會講 他一定是造這個次第 如果你沒有感到苦 你會去找滅苦之道 應該是不可能 你沒有病 你去找 是這個病的藥 沒有啊 就算你自己沒有病 你的家裡有病 你要去幫他找藥 也是因為他的病啊 其實就是這樣 那 要先有可症性 那個 念 所以他說這個就是 就是這裡講的 室內價值的深知深信 當然是先後生起而定定 那這裡的道是可修飾 可以修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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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現在如果很多人是 生死士 像映光大師講的 要把生死貼在額頭上 額頭貼一個死字 意思就是 你要知道 我們一定會滅到這種苦 額頭貼在死字 阿虎念佛 那這個 無作二世很辛苦 但是大部分的人只看到這個 那他的滅道就是 就是念佛王生基督就是 道是八正道 所以不是 道是八正道 八正道 第八正道 就一定可以滅苦 一定可以出生死 一定可以 可是看你怎麼樣去修了 那他是可修定的 道是可修的 那滅是可正的 所以他一定是這個次第啊 所以這個叫做 這個一定是這樣的次第 你不可能先修這個 或是先知道這個 然後知道這個 然後才知道這個 道不可能 你一定是有問題 想要解決問題 找問題的原因 然後知道這個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找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 把問題解決了 他不是正路 他是先確認這四類的價值 那這個就是次第 李導師的說法 是這樣子的 我們讓我們等一下看 所以他說 事業價值的深知深信 當然是先後升級而應定 當這無礙於原起空極限 空極性 原起的空極性就是聘業地度 體見 體見就是體現 就是前面講的直覺的體驗 一個就是四類價值的深知深信 一個就是正路四種真實的理性 這兩種是不一樣的 那你這四類價值的深知深信 它是劍刺的 但是對於真理的體現 體見來講 它絕對不是刺定的 一劍就全部都劍 就好像狗 你這個眼睛一張開 眼睛一張開 比如說我現在眼睛閉著 你要張開 我絕對不是先見到它 然後再見到你 然後再見到一件事 不是 我一見就全部見 就是真理的體現類似像這樣 好像鏡子一打起來顯現 是所有的顯現 並不是從前到後的 不可能 就好像我眼睛一張開 那麼我看到的東西 是全部一起看到的 不是先看前面 慢慢看到後面的 不是的 所以他說 這個緣起的空極性 這個就是虐法 正深廣大 無量無數永滅 這是超略緣起相對性的正法 本來如此 必然如此 普遍如此 而稱為法性 法柱 法見 所以法性 法柱 法見 本來如此 法性 法柱 本來如此 本來如此 本來是這樣 本來是這樣 本來如此 本來如此 必然如此 必定是这样 必然如此 普遍如此 本来是这样 必定是这样 一直是这样 也可以讲 一直是这样 普遍是这样 住就是不改变 改变了就生根念 本来是这样 一直是这样 普遍是这样 这个是若佛出世 若不出世 这个就是法 真理 法性 法住 法见 这个法就是正法 建业地 不是上面所说的价值确信 而是体建超越相对性的极灭性自身 这里来个概念 一个就是四种价值的确信 这个叫建道 建道一定是赤地的 苦 直灭道 我们刚才讲的 一定要先有问题 才要解决问题 才会找方法 寻找问题的真觉在哪里 然后寻找正确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而且你要解决这个方法 你一定先确信这是可以解决的 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你感受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这个叫做苦逼迫性 这个问题就是生质的问题 老病死又最患爱别语 这些 你先感觉 你先感受到问题的严重性 你深知深信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然后去找出问题的真觉 那么确信 这样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于是去寻找解决它的方法 把它解决掉 那这四种价值 确信 它基本上叫做建地 就是前面说的 这个四地的生见生信 那么这个一定是四地 现在要解决建现观和盾现观的问题 建刺跟盾 建跟盾的问题 那现在讲的建灭 就是盾 这个是指建灭定 就是建 如果于导师这里来说 建建的意思是次序的 那么这个是指室内价值的生知生信 口即灭到室内价值的生知生信 并不是建到那个离体 并不是建到那个离体 那么建灭定 这个是顿建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是指 这里讲到 然后 体现超越相对性的极灭性自身 也就是真实的离体 是正入真实的离体 所以前面不是正入真实的离体 所谓前面不是正入真实的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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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四种价值的生知生信 那建灭得到 就是顿我们讲顿建这个指的是 指的是正入四种真实的离体 那么 体现那种超越相对性的极灭性自身 就是灭定 这是平等不过没有次第可说的 有没有次第可说的 学者在正观缘起的极灭中 缘起的极灭中 缘起的极灭 缘起的极灭 所以就是刚才讲的因果 是 四定 极灭 有因有缘是间极 有因有缘是间灭 那这个是苦跟急 世界是苦 這個是滅跟道 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達到離愛無意而起見極滅性就是得道 那見道跟得道就不太一樣 所以見道如果照這樣來說 見道就是赤地性 得道是頓獻就變成沒有 那麼赤地當然都正合 見道跟得道不一樣 那麼見道是如果這樣來看 見道是對於四地 對於四地的這個價值 生之生心 這個是見道 那麼得道呢 就是這個對於四地的真實離體 那麼正入了體見了 那麼這個是得道 那麼見道是赤地的 得道就不是 就全部就好像眼睛張開 它不是的 不是這樣子的 你看就看到了 有點像你走走走走 一步一步往前走 門一推開 裡面的全部都看到了 所以他說 自見道應有引起的赤地 但是從你智慧的體現上 那麼有可能有引起 赤地引起的 就是慢慢慢慢因為這樣而理解 他說 舉個例子 一下子發現了寶藏 又一樣一樣的點說 那麼這個一般說法是 如開寶藏 白寶全章 白寶全章 章就是顯現 你有一個白寶箱 裡面放很多東西 比如說你一個小盒子 盒子裡面有項鍊 有戒指 有手鐲 有種種 你們打開 全部都看到 白寶全章 但是點說 一個一個要點說 你不可能一下子全部點說 也是像這樣 那麼 經文也另外有一種比喻 是用鏡子來比喻 他說 民進頓獻 一切色相 一切無相的色相 就是可以這麼說 民進頓獻 一切色相 這個都是在講頓 他說頓獻 見路應該就是這樣 就是 寶師試著把它揮風 龍風 就是 見頓都可以說 但是見是指四種苦其滅道 就是你到底見地 是一下子見四地呢 還是說苦其滅道這樣見呢 還是見苦就得到呢 還是見滅就得到呢 因為有很多種說法 就是 常 就是從顧外開始 開始就討論這個 就討論 一千多年來都是在討論這個東西 那到底什麼才是怎樣才對呢 那 寶師教說在這裡 試骨 就是 把它稍微整理 然後融通一下 那我們現在 依 這裡的說法就是 所謂的見 它是指見道 就見跟盾 如果依現在這樣 我們稍微把它 見 後來禪宗也講 見跟盾 見跟盾 有所謂的見縣觀 盾縣觀 那我們現在大概知道 就是 一導師這個來講 你說 見 是指見道 盾是得到 然後見到 是四種價值的確信 這苦極念道 四地 剛才我們講 逼迫性 逼迫性 逼感性 可證性 可修性 這一定是次第 這一定是次第 四地價值得深知深信 四地價值 就是這個 遭感性逼迫性 這一類 可證性 可修性 深知深信 那麼這一定是見次的 一定是苦 有問題才要解決問題的 正道就不是 得到就不是 他是四地真 真 真 離體的 就是四地真理的曲線 他是四地 四種價值的 確信之深信 真理這個離體的曲線 就是這裡講的 課本裡面說的 他說體見這個 就是前面我們來看 真實離體 就是240頁 我們看 1 2 3 4 5 6 7 他就分兩個 一個就是 真實離體的體現 就見到這個 另外一個就是 四類價值 確認四類價值 跟正路四種真實離體 正路四種真實離體 那這個四地價值 四類價值 的深知深信 我只能捏到 四類價值 深知深信 這是四地的價值 不用寫 所以這兩個 是不太一樣的 那兩個都可以 他是這樣會通 好 所以這一段 我們就大概知道 是這麼一回事 那如果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 他是這樣 他說 這個劍 對 老師也有這樣一個說法 他說 這個是第一個 就所了之來說 就所了之說 就所了之來說 那麼 對 就能了之說 就是所了之的 苦其命呀 能了之的這個 這個智慧 這個所了之的這個理 能了之的這個心 就能了之 那 就所了之的是 這是 如實之苦 如實之己 如實之滅 如實之道 就是 如實之四地 知苦 集 他是見次的 滅到 如實之苦 即滅到 那麼 那麼 所以這個是 如實之四地 見次地了之 他是次地了之的 那如果 那如果 講頓的話 那是 這個 休學八正道 第一八正道 就是你 休學八正道 而 之苦斷疾 正面 之苦斷疾 依這個道 之苦 斷疾 正面 就正路不未來 那麼 由正滅 然後 見滅的當下 就正見這個滅地 見滅當下 所以是頓 四地 歐式正德 好 那因為不管是 為什麼會是 多年來不能解決的公安 就是因為 不管是 赤地見到 還是頓見 還是 見見 還是見苦得到 還是見滅得到 那 基本上 都有經典的依據 那麼你是依這個經 我是依這個經 所以才會大家 講來講去 都有道理 那為什麼 為什麼 會這樣呢 就是 這裡 試著把它匯通 那這個我們就 因為這裡就牽涉到 老實講 這樣有一點點學術性 這樣 那我們大概 這樣應該是 大概 這邊就 會比較清楚一點點 所以他說 頓路 見路 應該就是這樣 見極滅而正到 為古代無數學者所修正的 是不容懷疑的事實 稱此為滅地的體現 是極滅性自身的體現 也是體現 以見識地的見 室內價值的確認不同 所以 這裡基本上把它分做見到跟得到 那室內價值的確信就是 見苦見喜見面見到 這個一定是赤地 但是體現極滅性 這個頓見 這個見滅得到 這個 跟見滅得到 跟見苦見喜見面見到的見滅不一樣 大家有沒有那麼清楚 就是他這裡在說 這裡所謂的見到 是見苦 你看他一樣見苦 見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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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一個見滅 但是這裡的頓得到 是正路離體 這個是滅 起滅性 這個是見滅得到 一般來講頓叫做見滅得到 見滅得到 他說這裡的見滅跟這裡的見滅 這裡的見苦見喜見滅見到的見滅 跟這裡的見滅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的 所以前面就說 這個見滅地的見滅得到 跟見苦見喜見滅見到見滅的見滅得到 這個內涵是不一樣的 那個見滅的見是四類價值的確認 那見滅地得到的見 那個是體見 正路這個真理 真實離體 所以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好 也就是我們看兩百次時間 一二三四五六七 第七行跟第八行這兩個 一個是正路四種真實離體 就是正路那個真實離體 正路四種真實離體 一個是確認四類的價值 四地的價值 一個是正路四地的真實離體 一個是確認四地的價值 那所以不一樣 確認四地的價值 一定是苦疾滅到 一定是到這個次數 那正路四地的真實離體 那不可能 因為他真理就是真理 體現就好像禁止 開保障 全部都是現的一樣 他們沒有次第可說 那這兩種稍微分清楚 應該這樣講就比較 大概會知道了 後面還有一個問題 他說先得法柱子 後得念盤子 依俗氣真實 正觀法如是 那前面的赤地建道 所謂的赤地跟頓線建定 跟赤地建定 有一些 大家不懂得看法 那這個法柱子跟涅槃子 也是有一些 就是比較稍微複雜的問題 我們來看 那 我們來看 這裡講到法柱子跟涅槃子的問題 像類似 不管是頓線觀 劍線觀 赤地建地 還是劍滅得到 還是劍勢地得到 這種也有很多論文 那法柱子跟涅槃子 也有很多人在談論 學術界對這種 很多篇可以參考 那麼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那我們來看 他說 在中道的政見中 有著一定的程序 主要是先得法柱子 後得涅槃子 那佛為生魔 這裡翻生魔 一般就叫做 翻虛身 虛身經 從哪兒 虛身 一般是翻虛身 老是生魔不知道是從哪裡翻的 那麼 這個在雜案三世七軍裡面 他說 這個虛身本來是一個外道 那是要來道法的 但是因為 因為 所以 這個 佛教的這些長老 告訴這個虛身說 他們已經震得阿羅漢 但是沒有殘典 那虛身就很疑惑 那由這裡 那佛跟他說 不問奴之不知 且先知法柱 後知涅槃 那這個就引申所謂的 那什麼叫做法柱 什麼叫做涅槃 什麼叫做法柱子 什麼叫做涅槃子 所以說 這是怎樣的肯定 必然 那是什麼是法柱 什麼是涅槃子 我們先休息一下